我看到一半時間都是沒有肝炎 不論北斗會長大 牠的皮膚會流流 湯也危險 我不知道 我一看到牠這次 所以我們看到牠的情形很難 到百四就牠變得很難 我姓楊 今年有三歲 差不多三十五歲、三十六歲那時候 因為我們一起摘那邊用藥 也有想要改藥 可是要改不是我們所想的才好改 我們要怎麼知道有得到這個時間 是之後可能去鹽肥還是怎樣 還知道後來可以到時間 我們在一起大概十三、四年有 那時候好像說肝腦數是非要三、四十萬吧 而且醫生說就是治療還不一定 就是百分之百會好 我上一次有猛爆性肝炎 那時候是很嚴重 肝死數飆到一千多 那時候我就說要住院可能 不治療可能就會死掉 對這個時間也會痛苦也不會癢 可是等著說你真的這麼嚴重 可能就是不救了 前後治療的那種干擾數 醫生是跟我說治療可能的過程會很難過 可能就是說脾氣暴躁 還是說會掉頭髮什麼 那如果要不拒絕說 那多錢 乾脆不要治療好了 說得聽 吃油就不治了想要拿油 那我看又想要治療 那如果要是建物這個 有時候讓我們吃這個油治療的時間 真的是對我們很多的好處 那時候真的我想錄得這麼簡單 就是每天吃一顆而已 那吃完之後我第二個月再去拿一瓶 他吃三個月之後 你就可以去檢查 請問檢查看看 如果是過程就是這樣 就好了 我的感覺就是都不痛苦 就是一般我們正常生活這樣 作息都很正常 睡也都有睡 也不說有膽子 怎麼會有問題 就看他完全沒有就任何不舒服 所以就沒什麼感覺 好像他在治療什麼病的過程 你們過正常生活 因為上下班這樣而已 當然如果相比之下治療期間是 跟卸獨體是很容易 而且也可以把它當作一個 新的開始 就是慢慢的過回正常生活 你就可以開始對未來 可能慢慢有一個規劃 你就會覺得 好像未來比較有希望 我覺得 像我們現在是很珍惜 現在這樣子的生活 我希望大家來治療這個期間 要讓你多遺動 我希望你多無所忽異 你最快就能夠 你 Meu天 我一直都買到 你真的無所忽異 我也許會 谢谢观看